不知我从何开始你已经走进我心里 就连一个人生就会都变成浪漫惊喜 有段衣裳的小经议 我该怎么定义 But I don't know what to do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这感觉太美 我们该停了 该先进或后退 还不快上车 我知道你们是好意 但我还是希望我跟着男人的事情 不要被别人干涉 我原本也不是想干涉你们 还不是因为你跟Aaron之间的问题 我才下定决心的 你很好笑耶 我跟Aaron之间 跟林季风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干嘛不爱Aaron啊 我 我不爱她 就 就算我不爱她 也不用把季风扯进来啊 别以为我们姐妹当假的 太了解你了 你的心里还住着林季风 但是我知道跟你说不通 所以我就主动把她找来了 我们之间没有那么简单啦 而且我们早已错过最美好的时机 不一定喔 也许这就是上天 安排你们重新开始最好的时机 要不然 我们怎么这么巧地遇上海龟 而且她带我们去的活动 还是林季风执行的的项目 今天也晚了 你们开了一天车应该也很累了 你们开了一天车应该也很累了 我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住的地方 你们早点休息 明天再带你们出去逛逛 嗯 好 谢谢 谢谢 走吧 哎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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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啊 今天是不是 要去什么地方啊 哦 对 你上次不是说 要带我们去一个地方吗 哦 对对对对 我要带你们去 跟大家歇歇街啦 对啦 对啦 对对对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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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来 我也带你去走走吧 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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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开了这么久 走在你身边 以为应该是很陌生的 而现在 却是一种舒服的手洗 你 直觉告诉我 在我面前的你 是对的那个人 这渔村 就是你甘愿放弃 年薪千万的地方吗 好啊 在我小的时候 我们村里没有老师 但是 每个小孩的爸爸 都要出海捕鱼 妈妈都在加工厂里赚钱 当时 很多小朋友 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后来 从台北来了一位年轻老师 他默默地 在我们村里住了下来 跟村长借了一间小屋 免费地教村里的小朋友读书 所以那个老师就是教过你的老师了 不过那时候 我跟海归 都很不喜欢读书 每天都要到海边去比赛游泳 看谁可以游到那只海归的地方 海归 什么海归 我带你去看看 好啊 走 他跟海归一起去游泳玩的地方 刚才都是台风中外国人 eats的地方 我跟海龟那小子就幻想 很像对面那只海龟一样 游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你们老师一定很头痛吧 每当我跟海龟又翘翘去游泳的时候 他就会站在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等着我们回来 我觉得你们老师还不错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 我被卷入一道暗流 当时只是孩子的我 拼命挣扎 眼看体力就要透支 突然间有一只手把我拉了起来 那个人就是我的老师 他告诉我 想要飞得高 游得远 靠的不是体力 是知识 所以激发你的久之遇忘了 就是那个老师吗 对啊 多亏有他 我相信越飞越高 越飞越远 知道 知道 在美国遇到了你 原来 原来 再次与你相逢 都是为了酒别称呼 都是为了酒别称呼 是为了酒别称呼 是为了酒别称呼 那是为了酒别称呼 是为了酒别称呼 感谢观看